番茄豆腸咖哩飯 今天會用到的食材用 馬鈴薯、花椰菜、胡蘿蔔、咖哩塊、白米、大番茄以及生豆腸 特選食材生豆腸含有油脂蛋白質、鈣質與膳食纖維 首先將白米放入電鍋蒸熟 在等待白米的期間 我們可以同時處理其他的蔬果 先將大番茄切丁 將胡蘿蔔切絲 即將馬鈴薯及花椰菜切塊備用 接著將咖哩塊加入少許的熱水 溶解製成咖哩醬 接著熱油鍋加入少許的油 放入豆腸煎至表面上色 稍後加入馬鈴薯與蔬菜類拌炒 拌炒均勻後加入水蓋過食材 燈煮至食材變軟 接著加入咖哩醬拌勻 拿至稍微濃稠後幾顆起鍋 起鍋後我們加上剛才用電鍋煮的白飯 那這道番茄豆腸咖哩飯就完成囉 PO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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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